欢迎收看财经Espresso 晚上好 我是小师 首先来看今天的马股趋势 虽然隔夜美国股市再创新高 加强亚太股市投资者的乐观情绪 但马股却焦头沉闷 最后小跌1.64点 以1755.63点逼市 汇率方面 马币不抵美元涨势 跌到4.2900令吉 对新元则保持在3.1294令吉 接着来看今天的市场交易数据 散户及本地机构 今天净买2373万令吉 以及427万令吉 外资则净卖出2800万令吉 接着来看企业Black & White的单元 国际产业顾问来访指出 外资流入去年受到大马国内政治问题 和全国大选日期未选定拖累而减少 但由于我国处于一带一路策略性位置 因此中资流入并不会受到影响 据了解 大马产业从2014年起 一共吸引了总值大约111亿8000万令吉外资 前三名分别是占据43%的新加坡 澳洲跟中国个别占据19%以及17% 相对的 大马人在过去三年内对于国外的投资也非常热络 总共投资了大约417亿令吉 相信是因为大马人开始意识到多元化资产的重要性 以避免政治经济以及汇率变动的风险 换个焦点 尽管电讯业竞争激烈 但民讯的后付和预付服营收依然稳健成长 带动截至6月30号为止的第二季财务表现强劲 民讯营业额微升3%至21亿7200万令吉 尽力更扬升至18%至5亿7400万令吉 公司董事部因此建议派发美股五仙股息 另外民讯首席执行员莫登伦德表示 公司对于大马人热衷于国际网络的程度感到惊讶 第二季的4G LTE用户更达到560万人 早前市场传出消息指出 封龙银行跟安联金融可能会启动并购活动 针对这项说法封龙银行全然否认 封龙银行在回应一份英文报章的电邮中反驳说 合并消息是投机也完全不真实的 封龙银行是全马第五大银行集团 而安联金融则是八大本地银行中最小的银行 今天的财经新闻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晚安